长期目标就是你希望在长期中 可实现的任何目标 通常在十年以上 但也可以是两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中期目标 目标越具体 就越有动力去实现它们 因此与其说住在海边的养老院 不如说在65岁之前住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Uncle Kevin 在这里我要问观众 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请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是哪种人 你喜欢做计划 你讨厌做计划 还是你喜欢有人帮你做计划就好 让我针对过去三集来给你一个小考 看看你记得多少 可以复选哦 第一题 以下哪些工具适合存放你的紧急预备金 A. 银行活期存款 Savings Account B. 股票证券账户 C. 房屋贷款多还提取 Access Bond D. 收益型基金 第二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金钱 A. 越多越好 B. 用钱来使自己和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C. 不择手段来获取更多的钱 D. 帮助有需要的人 第三题 以下哪些是常见的短期目标 A. 完成学业 B. 参加朋友的婚礼 C. 买新车 D. 年终度假旅游 你都答对了吗 我把标准答案放在视频的描述 以及置顶留言 你可以对照哦 上一集我谈到了第九步 设立短期目标 你可以点以上连结来观看那一集 这一集我们来谈到设立长期理财目标 订阅了我的频道了吗 如果还没有 请订阅我的保险理财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以获得最新节目的通知哦 长期目标就是你希望在长期中 可实现的任何目标 通常在十年以上 但也可以是两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中期目标 把你的笔和纸准备好 想一想你在未来 两年五年十年 或是更长时间内的计划 也可以用年龄来定 例如45岁 60岁 65岁 重要的周年纪念日 例如结婚20周年 或你孩子的里程碑 比如7岁上小学 18岁上大学 把他们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和你的伴侣孩子 家人和朋友谈谈 你们想一起计划的事情 记下两年以后 长期规划的其他事情 目标要明确 想象你希望发生的事情 并写下目标的细节 目标越具体 就越有动力去实现它们 因此与其说 住在海边的养老院 不如说在65岁之前 住在西开普省 Hermonis的安全庄园 Secure Estate的两房养老院 透过5W2H方法 提出以下问题 使你的目标更加具体 什么是what 为什么 why 在哪里 where 什么时候 when 和谁 who 如何 how 多少钱 how much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所有的孩子 都完成了高等教育 在南非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照顾年迈的父母 55岁时达到财务自由 我的资产为我创造了固定的月收入3万 让我可靠这些收入来生活 50岁前 无在务 在65岁之前 住在西开普省Hermonis的安全庄园 两房养老院 每两年一次家庭海外度假 为期7天的地中海游轮 Cruise 庆祝结婚20周年 估计费用为10万 包括两人的回程机票 45岁之前 拥有10亿兰特价值的公司 40岁时 有多种收入来源 现在你可以使用Excel 或Google Sheets等电子表格 绘制你的长期目标 并包含以下栏位 第一栏 目标描述 第二栏 与谁 你将与谁一起做这些事 who 第三栏 日期 或年龄 When 第四栏 所需金额 这是该目标所需的金额 How much 第五栏 用于此目标的银行 投资账户 Where is the money from? 第六栏 注解评论 Comment 解释谁将出资 你是否为其他人来出资 是否有其他人为你来出钱 你将如何得到基金 每月或临时一次性的存款 第七栏 所需的人员 技能 资源 第八栏 Status 状态 未开始 正在进行 或已完成 对于其中一些目标 特别是投资 或业务目标 你应该制定一份 包括必要细节的 企业计划 Business Plan 获得必要的技能 如商业 金融 银行家 会计师 法律 工程 投资专业人士 以帮助你制定 适当的企业计划 在彩色变迁下 写下你的目标 把它们贴在墙上 让它们清晰可见 作为对你自己的提醒 制定月度和年度计划 以实现这些目标 每季度或至少每年 重新的来查看 一次你的长期目标 看看你是否 照计划在进行 或者仍然需要 做的甚何事情 如果遭遇失败 没有关系 从失败中学习 是哪里出了问题 怎样修正 未来的思考 和做事模式 如果你需要 或喜欢有专业人士 帮你做人生财务规划 那么我建议你寻找 CFP 作为你的理财顾问 理财教练 CFP 全名为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台湾称为认证理财规划顾问 中国称为国际金融理财师 国际金融理财师 接受培训 考试取得国际认可的证照 帮助高端客户 制定全面的财务计划 关注你的长期财务状况 建议使用国际金融理财师 来制定你的财务计划 帮助你注意到 你可能为考虑周详的地方 这一集我们讲到了 设立长期理财目标 你学到了什么 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你的长期目标 以及你要如何达成目标 如果这一集课程对你有用 请给我鼓励按赞并分享 下一次我会讲第十一讲 专注积累资产 下期见 愿你平安 üt账 字幕提供